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星期一到五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港人港人的執行總編輯 許兆基 自從港區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以來 社會有息之事都已經多次強調 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政府的 視權和根本責任 正因如此 國安法才會以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形式 在香港實施 而為了讓香港各界更清楚明白國安法的本質 以及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角色和責任 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農 今天在全國港澳研究會的研討會上 再次提及相關愛用 我認為是非常值得香港各界參考和細味的 夏寶農主任在講話中表明 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 是富有根本責任 擁有完整的立法權、執法權、司法權 考慮到一國兩制的特殊性和香港實際情況 中央通過國安法授權香港特區國家安全委員會 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 中央負責處理特區層面難以解決的問題 承擔最後兜底的責任 這個充分體現了國家安全中央事權的屬性 更加體現了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高度信任和充分尊重 國安法賦予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權力 亦都是特別行政區應盡的憲制責任和義務 這一段內容我個人認為是夏寶農主任講話中的要義 正如開手所說 一直以來維護國家安全都是中央的視權和責任 若不是有中央的授權 香港原本是沒有權力去處理國家安全問題的 事實上任何國家無論是實行單一體制的 例如中國還是聯邦體制的 例如美國 國家安全立法都是由中央政府 而不是地方政府所進行 法律學者黃振文就曾經指出 在實行聯邦制國家 例如美國 聯邦是直接構建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直接行使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權 執法權和司法權 屬於典型的國家安全一國一制 如今 因為一國兩制的特殊性和香港實際情況 香港獲安排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體責任 這樣就足以證明 中央是多麼尊重和重視一國兩制 給予香港的自由度又有多高 在香港其他屬於中央市權的事務 最為人熟悉的肯定是外交和防務工作 基本法是明文規定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 涉及外交的工作 中央並沒有額外授權特區政府去處理 基本法甚至在第十九條明文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於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是無權管核 相較之下都是那一句 考慮到一國兩制的特殊性和香港實際情況 中央容許香港法院處理國安法案件 中央對香港有多麼信任 實在可見一班 夏寶龍主任講話的另一重點 是重申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國安法的時候 就賦予了它凌駕地位和優先適用的法律效力 特區是應該主動修改完善本地法律 使到本地法律和國安法實現有機統一 依法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的繁榮穩定 要理解這段說話 我們還是要回到港區國安法的條文和地位上去探討 國安法第六十二條清楚列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 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 不過即使是沒有這條條文都好 但看國安法的法律違階 我們其實也可以得出 國安法凌駕本地法律條文的結論 大家知道嗎 香港基本法在香港之所以有凌駕性地位 全因為它是由全國人大會議制定的全國性法律 是香港的牽制性文件 至於港區國安法的法律違階 它是由全國人大會議授權它的常設機構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全國性法律 兩者法律違階基本相同 原始思考 大家自然會明白 為何港區國安法相較香港本地法律 是具有凌駕性地位 中央對香港始終是充滿信任和期望 這是無庸置疑的 中央透過在香港落實港區國安法 堵塞香港的國安漏洞 但是我們是不應該忘記 中央只是就其中四樣危害國安行為作出了規範 基本法23條中規定 香港必須自行立法禁止的國家安全行為之中 還有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 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等等 這些都是上代本地立法家以嚴格限制 我期望特區政府是盡快完成23條立法這個憲制責任 令到外國政治勢力介入和血腥暴動永遠離我們而去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點和大家焦點短打 我們下星期見拜拜 我們下星期見